标配即时高配 这台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B型房车 来看到鲁道尔的眩眼版旅居房车 那么它是基于大通V90底盘打造的2.0T的柴油发动机 6VT的变速箱 长的是5940宽式 2110高式 2750 当然了它的高不超过2米8 所以比一般的C型房车通过性要好 整个车是做了一个隔热保温的处理 添加了3CM的保温棉 那么看到外部的一个配置 上方是费亚马的手动质量棚 下方是电动踏步 这边有一个沙门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蚊虫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就做到了一个很好的隔挡的作用 那么外面的一个配置 花洒 这下面都是储物空间 同时还有电源插座 这一块位置可以当做一个户外的小桌板使用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烧了饭之后 这一块就可以进行就餐了 后方拥有220伏的电源插座 同时燃气接口 那么这个车的后部拥有一个备胎架的摆放位置 倒车雷达倒车影像也都是有的 这个车标配四路监控 同时后开门的一个设计 可以看到整个车内部的一个空间布局了 后方是一个超级大的储物空间 上方是一张1米8乘以1米3的床 还标配了乳胶床垫 下方的储物空间当然说也是非常的大的 同时这一块位置 有一个煤气罐的摆放位置 旁边配有3公斤的迷你的洗衣机 同时带有烘干功能 侧面的话这是重力注水口 同时旁边拥有黑水箱的位置 这一块位置是试电接口 看到外部的整个颜色 这个车叫做炫炎 外部的颜色它比较是偏质朴的 偏比较纯洁的白色 里边的布局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符合 它这个炫炎的名字 走 我们上这看一下 好 我们再说到驾驶舱的一个部分 东南的方向盘 电子的中控屏 这个还带有语音控制 来看一下 你好小拉 Hello 导航回南京 找到如下结果 请选择 你为您规划两个导航路线 您选择 准备出发 看也是比较的智能的 同时这个车呢 还带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主副驾驶呢 都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那么你看旋转之后呢 到后面就可以形成一个对象的交流 这块位置 相当于一个对象的卡座了 看到这个石木的造型 小明你也猜到了 这个下面 它就是一个茶台了 所以年纪稍长的人群呢 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款车型啊 然后呢 你再看到 它这块位置呢 空间的话 其实挺多的 如果说你还想空间再更大一点 这样 当当当当 就可以完全放下 同时旁边呢 带有USB的接口和电源插座 同时这个座椅呢 也可以进行前后的位置的调整 同时呢 这个车的座椅呢 它是乘务车座椅的标准 所以坐下也是比较的舒服的 上方呢 带有音响 储物空间 这个车所有你看到的柜门它都是实木的板材 那么你看 再看到这一块位置 它是内部厨房的区域了 水槽 下方呢 都是储物空间 上方呢 是配有富士通的家用便秘空调 罗马柱的一个装饰啊 所以整个车呢 还是比较的精致的 思路监控 电源插座 下方呢 就是12伏的输出电源了 也是满足一些 我们在出去啊 比如说偏远地区 它需要什么点烟器啊 12伏的设备的时候 这个就是很方便了 旁边呢 拥有138升的车载冰箱 上面是冷冻 下面是冷藏 上方呢 大雨的微波炉 同时呢 带有储物空间 里边是太阳能的深压控制器 再说到 这个车呢 是标配48伏的系统的 拥有230的锂电池 相当于12度的电 你去哪了 你猜猜我躲哪儿的 我在这儿 可伸缩式的 卫生间 这个设计呢 还是非常巧妙的 没有把这块区域拓展开之前呢 整个过道的空间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如果说把这个空间拓展开之后呢 整个卫生间就会非常的宽敞 而且它做了一个防水防连的家用的这样一个门帘 阻隔 里边的配置呢 拥有旋转马桶 同时上方呢 是淋浴花洒照明灯 旁边又有外推窗 这块位置呢 也可以打开 所以比如说我们写出完之后 换衣服 拿取衣服就会非常方便 同时这个车呢 拥有两张固定床 一个是下铺 一个是上铺的电动 升降床 它的尺寸呢 是一米乘以一米七五的大小 同时呢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吊床啊 它的空间不够的话 两边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部分 下床的柜门呢 也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从里边和外面都能拿取东西 进门的上方呢 就是逆变器 包括总开关的位置了 同时呢 还带有这个水泵啊 照明灯啊 氛围灯啊 电视锅炉 还有清水灰水的显示 那么在这一块位置呢 又有储物空间 这边呢 也是储物空间 所以这个车算说 它是一个B型房车 但是储物空间并不少 同时这一块 还有一个19寸的西顶电视 好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车的一个水电 它呢 是48伏的 230的锂电池 同时呢 6000瓦的逆变器 300的太阳冷板 140的清水箱 70升的灰水箱 市场指导价是 38.8万元 当然了 你报房车家 可能有更大的优惠 观众房车家 带你解锁更多房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